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济的简薄 贫穷 爱主的精神 说到他贫穷 很多人就说 方济当然是烂身烂细 一方面是 但他不只是停在那里 不只是吃不好 穿烂衣服 不只是这样 而是与主的关系 方济为什么要选择贫穷呢? 因为他其实在贫穷之中的经验就是 更能够体会天主的爱 什么时候我们拥有很多东西 其他物质的东西 享受的东西 我们被这些东西捆绑了 被这些东西麻木了我们 感受不了 体会不了 也不觉得需要天主对我们的爱 于是 圣方济拥抱贫穷 其实就是 尋找天主的爱 因为在我们欠缺不足当中 所以 圣方济就会顺乃天主的慈悲怜悯 在方济过了身不久 有一本书 不知道是会事写的 不知道是谁写的 名字很浪漫 叫做 圣方济与贫穷夫人的爱情故事 贫穷成为一个夫人 Lady Poverty 贫穷夫人 很浪漫 其实就是 圣方济与天主的爱情故事 如何发现天主的爱 然后切力 决力在生命里面 以爱还爱 各位兄弟 姐妹 等我们过圣方济庆日的今日 求圣方济为我们祈祷 希望我们都好像他一样 在我们很多 我们每一个人是什么都有的 总有些贫乏 欠缺 对不对 等我们在那里 不只是停在欠缺不足里面 而是在那里 投奔天主的爱 天主他知道我们的欠缺 我们的不足 因为他也经验过 今天的圣经金句 对不对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牢架灰音》九章五十八战